傑西也是一個很合理的選擇啦 也讓他們的陣容是完整的 而且就是左邊這雙C嘛 其實也是蠻怕這個poke的 然後同樣凱撒可以回到那套 出AP的流派 這個電刀騎手的流派嗎 那個暗影戰集 我覺得這個應該算是現在大家認為 凱撒在這個版本要往AP來出的出法了 就是捨棄電刀的那套 因為電刀真的遭過太多版本的削弱了 對 單單值 而且有一隻還是被這個自己家的隊伍親手打成02的 那當然就以Vanetic來說的話 好 好 就甘心 這是 哎呀Seprofine PSG我忘了 出來的了 對 那想要早一點跌 我剛剛前面是有看到他的血量是有被換到 而Pollet躲在這個點草裡面往前抬到兩個人 Levi跟Kati馬上趕過來 炸了一個電子脈衝 那Rezo應該走不掉 有閃現上馬 但是閃不交了 手殺被Kati拿走 Pollet的尊點 好奇瑞空剛剛有沒有被戳到 他是被戳到然後裝沒事 他覺得沒有沒有視野你看不到我 因為這邊其實應該是一個Flanning必拿的局 來看一下這邊要來定到Noah 然後Levi也趕到了 已經電將接Q閃 但是這邊閃現還要再補斧弓差了一點Noah 沒有 但這邊是 不夠緊身 他有被戳到欸 你看 裝沒事啊 然後再抬 另外一邊其實Kati走過來的時候 Humanoid是完全沒有任何中斷回程的想法的 他覺得這個人在裝 但實際上他沒有 他真的有人來 那這個浴室者要重生的時間點來下了 他6級了 他這邊是上到6 但Slayder也6的 但是Fnatic下路雙刃組 這邊控制沒有接到特別的滿 不過Slayder畢竟是沒有閃現的 按了一個 這樣反而是為了抓下 自己上攻的優勢也沒有利用到 要看他吃的速度夠不夠快 欸回頭了 那這樣Rezo走過來是來得及的喔 回到5000D的話變得是GA 現在尷尬了 而且鱷魚這個時間出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優秀 出大事 只能拉掉了 兩邊的輔助都在靠 但是Trimby也是快了一點點 兩邊輔助都只有五等的 沒有人有等級上的領先 但是 直接靠過來 這一波的浴室者被Fnatic反打走 這波Rezo玩得太舒服了 他是 今天要來懲罰的是Fnatic的上路 他是有山有大的鱷魚 馬上是直接開出了軍領天下 現在看起來是非常的安全 而且後面還有Rezo走了出來 Kiaz的狀態也不是特別的優秀 但他拼死一波還沒有 這時候開了起來 手中變成利刃 往前一斬 斬下了對方的Oscar Ring 這就是卡桑蒂嗎 還能再打 身上有Q3 沒有沒有沒有 有Humano完成擊殺,但上路則是Kiaia單殺 Oskarin拿下了他們的第一條小龍 Slayder蹲了一個點位,突然有一波R閃向前有指魅惑到沒有抬到 反而是Trimby現在被控制住還能在交閃 Noah跳起來,一排的羽毛回過 哈底TP出來在河道又對對方的Rezo打了一套 海克斯閃現,跑了再抬到 而且這邊Q閃又是撞到了Noah的臉上 但是攻擊的目標有點分散,但是沒關係殺手本人 Slayder這一波的進場,有把Trimby弄死在Humanoid的感到 這波雙C追著對方三個人扁,但Slayder一個人上前 想要被掛點燃的Noah必須得往後 不過有Humanoid幫擋了虛空探索者 這波雙C合力配合反殺掉了Slayder 但是卡底也到場了,不過後面Rezo也是緊隨其後 起到兩個人,一個普攻帶走Pollet 再滑上來Humanoid也收下了對方的Levi 只剩卡底一個人要打三個,還真的換掉了一個Noah Muza現在可以認真效果觸發,但是沒能夠讓他交換到第二個Humanoid 再添第二顆人頭 美麗的混亂嗎? 這就是Perfect Chaos嗎? 大家看到上路的單殺 就是Q3擊飛,Oscarin是一心想走的 但走不掉了 被拼死一波流到了 最後的一個Q Q3 OK OK 漂亮 被反打了一個450 但畫面回來又要打起來了 緊緊殺區現在只有300塊喔 其實還是非常接近 Rezo從後面就是一個大繞備 那Levi 又找到位置 被看到了 但反而是兩邊打野現在黏在一起 Noah跟Kiaia先走過來 但是左上角現在是Oscarin變大 不過TP起來的Q3先推了一個還不錯的空殺防臂 但上面的卡底已經被鱷魚給切死 Kiaia被黏住 拼死一波已經關掉的狀態下 按了一個擊飛,但是有咒語暴風 是射穿了Kiaia 這一波團戰是由Fnatic 拿到了兩顆人頭的領先 這一波完全是 有一張比他有攻速寫的 他可能就不會出納石那一套了 對 而且Oscarin的位置 是沒有被看到的 Rezo叫出了預示者 GN這個中塔應該只能給了 但前面的Kiaia 只是被開到磁能風暴給吸住 這波吃到大量的傷害 反而Kiaia又倒了 被Noah擊殺 而且這波 後來還帶著潛上重擊 一路飛到了塔後 閃現 把Levi戳了回來 人頭收下 麻煩 這時候找不太到 兩段鑽走 Fnatic現在是要抓Fnatic 一個Q直接Q出閃現 我的Oscarin這個血 還想要往前嗎 把兵給清掉 但Kiaia回頭再錘 Oscarin變大了 但現在有點尷尬了 隱形彈錘回了一口 在紅怒咬住 他能撐非常久的時間點 但水星加濃之後 是由閃現躲掉這一炮 但閃錘 Kiaia還是完成了這一波的單殺 Kiaia則是把Rezo帶到了塔下 但是他很能扛啊 反而是Kiaia被殺兵插到殘血 Kiaia如果Q到回更多的血 說不定還真的有機會打一下 他當下的想法也沒有想要擊殺 Pollet剛好是抓到了Human Human的蓋塔之後 又把Kate給推走 浩瀚無銀的傷害沒有出來 那這次Fnatic準備要來翻打Oscarin的TP下來 已經軍靈天下 鑽到了對方殘疊的兩個人 這邊要一并收下Double Kill 下面的Kiaia 坦不住兩個人的傷害 Noah甚至閃現追著一個卡山裡開扁 讓對方有辦法倒下四名成員GN 只剩下Stayde一個人沒有到場 但他是存活的 所以的是來不及趕到戰場就結束了 但他找到了Humanoid的機會 馬上來的傷害還差了一點點 Humanoid穩到交閃 讓Humanoid是有辦法撤退掉的 看一下 Pollet 真的歪啦 對 他CC的時間比預期的更短了一些 再加上Humanoid有出到誤防 所以Kate的爆發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對他造成那麼爆量的輸出 被走掉了 哇 奧斯科倫的鱷魚 看鱷魚找到了完美的潛入會戰的角度 他還可以收掉 唯一有可能的團戰畫面只有切後 但剛這波的切後 CZ先接又出了問題 現在是滑過來 推了大絕 Kate的傷害就差一點點 要把Humanoid給換掉 而他身上的面具還在燒 撤退的方向是對方的野區 而且上面的奧斯科倫 這次已經變大 追著Levi就是在扁Stayde過來 但看起來是救不了自己的打野 Levi在死前多按了一個死亡閃現 Kate還不想放棄 多往前嘗試了一下 但走回野區發現 這個野區裡有隻大鱷魚 弱露強食的世界 告訴你 這裡不是你的生存之地 Q1NO就跟你講 已經讓你撤退了 我也按Record 你按Record 就和平不好嗎 你一定要過來 盲猜一炮 讓他自己死掉 CZ則是被REZO給黏到 動彈不得 還是按出殺手本能 有機會給存活 但前面的輔助 還有Kiaja 想要來爭取一下時間 想要幫他創造輸出空間 但他不敢輸出 反而是Kiaja已經頂不住了 門牙斷裂 還有一邊 另外也是Levi的重生 想要來擋Fanatic的成員 但是自己又被暈住 他是最坦的主力 但他被秒了 他被動不知道有沒有掉啊 最後是在24分鐘 非常非常快速的遊戲時間結束 夢天快樂 神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